你们觉得我现在这个头发怎么样? 我觉得很喜欢 我昨天刚搞的 哈喽 哈喽大家好 如果你看了今天的标题呢 就会知道今天视频的主题是我的近期秋冬爱用 包括彩妆护肤还有一些食品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我个人的肤质也是从混油变成了混干 所以说在护肤和彩妆上我都会做出一些变化 首先想分享的就是我现在脸上这个粉底液 我现在脸上用的呢是Bobbi Brown的这个 Skin Longwear Weightless Foundation SPF15 这个粉底液如果你有看过今年年初的彩妆空瓶的话 你可能会对它比较熟悉 因为它是我去年和前年最爱用 并且用空过的一个粉底液 我最近的话呢又是看到官网有折扣 我对它又有一些想念就想把它买回来继续使用 像你们看到我现在脸上的妆效 就是完全用这支粉底液做出来的 它是一个中高遮瑕的粉底液 所以像我脸上的话现在瑕疵 基本上我个人是觉得遮得七七八八 它就不需要额外的遮瑕膏或者说遮瑕液去补救就可以搞定的 然后它的配方也是Oil Free Shine Control 像我的话我最近几次出去都是早上可能八九点上妆 一直带妆到晚餐之后 像晚餐的时候你吃饭的话就会比较热 包括房间里的暖气就比较足 有时候会比较怕容妆 包括还有戴口罩这样子一个比较湿润的环境 但它的持妆力都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就我个人使用它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多场合都可以使用 包括很多肤质都可以使用的一个产品 冬天来说的话我认为除非你是干皮或者沙漠皮 其他的话从混干一直到中性混油 包括油皮在冬天的话都可以是使用这款产品的 然后夏天的话我会推荐从混油到干皮都可以使用 如果你是大油田的话 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能够抵挡得住热浪 以及口罩里比较湿润的那样子一个环境 所以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推荐的 我觉得尤其适合混干和混油的朋友 一年四季其实都是可以使用它的 说完底妆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今天的眼妆和唇妆 首先卖个关子口红 待会再来分享 先说一下我今天用的眼妆吧 因为我今天搭配了这样子一个非常亮眼的红色 所以呢眼睛的部分我就选择了非常低调的一个大地色的眼妆 那使用的产品呢就是上次Get Ready With Me里面 有给大家试色的Tom Ford的27 Minc Mirage 那我之后就是有上眼去使用它 然后就觉得真的太容易了 就是这四个颜色随便怎么搞你在眼睛上都会很好看 像我今天就是用这个去做一个大面积的铺色 然后在眼尾叠加了这两个深色 去加深这个眼眶的深邃程度 而且它这个雾面的粉质非常的好 润染起来极度方便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打造一个稍微有一点混血感的深邃的眼眶 就像我本人是内双嘛 所以很容易就会肿 那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消肿 因为它是雾面吧 所以它会马上就带走你眼皮上的那个光泽度 然后带来一个及时消肿的效果 总而言之我是觉得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盘 我觉得在我以后的眼妆里也会经常用到它 还有就是因为这些都是雾面色嘛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早上上班晚上出去浪的话 你就可以随身带一个闪片色 在下班的时候就可以把闪片色去叠加在眼睛的中间 然后你晚上眨眼的时候就会有一个bling bling的效果 同时也不会辜负这一盘带给你眼睛的一个深邃感 扯偏了 总的来说就是我对这一盘非常的满意 这个钱花的值 分享完了眼妆呢 就必须聊一下我嘴上的这只口红的颜色了 首先我使用的是Pat McGrath的003 Elson 我刚刚收到它的时候就一开始在手上先试色 我就觉得它的质地非常的惊艳到我 首先它是一只全雾面的口红 但是它在皮肤上的触感是非常creamy的 就丝毫没有拉扯感 其次在颜色上我选的这个Elson 它是一个蓝调的大红色 就是像Dior999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正红 但这个的话它会比较偏蓝调 你在抹开或者熨染它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偏向霉红色的 但是如果你像我今天这样子 在嘴唇上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厚涂的程度 你就丝毫不会注意到它里面带有霉紫色 它就是一个对肤色有一个提亮和 complement这样一个作用的正红 这种正红色就是一方面会显得人特别有精神 另一方面也是气场非常的强大 像我现在头发是比较偏冷色调嘛 就和这个口红的颜色会尤其的匹配 包括像大家如果冬天穿黑色或者藏青色的大衣的话 这样一支口红也是对整个人都有一个提亮的作用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像我今天的妆容我也是尤其的满意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种纯雾面的口红 想要戴妆一天的话 对嘴唇的负担 以及对妆面的要求还是会比较高的 所以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支比较滋润款的 素颜和淡妆的时候也可以使用的口红 就是我手上的这支Gucci的204 Peggy Taupe 像我上次在Get Ready With Me里面 有给大家试色的知识214 Quiet A Day 它在我的深唇色上就是完全的一个裸色 涂了跟没涂的区别真的是不大 但是我又非常的喜欢它的质地 以及涂抹的那个便利程度 所以我又去Sephora的官网上 下单了一支214 我现在就直接在镜头前面给大家做一个试色的对比 它整个质地就是非常的润 但是颜色的话就会比较浅一点 在我的深唇色上面基本上是体现不出来的 然后接下来是我最新购入的这支204 Peggy Taupe 它在色调上就会比刚刚那支214更加偏棕色 然后也更加偏向奶茶色 在我嘴上的话这支会能够显示的出来 并且对肤色有一个衬托的作用 像这个的话就完完全全会被我的唇色给带掉 虽然说它们不是持久型的唇膏 但是在秋冬的时候嘴唇比较容易干的情况下 它们俩作为滋润型的口红还是比较优秀的 彩妆的东西就说完了 接下来就到了护肤产品 护肤的话我第一个想要安利所有人的 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款Bobbi Brown的Vitamin Inversed Face Base 这款它官方的说法是一个all in one Primer and Moisturizer 也就是它既可以作为妆前乳又可以作为面霜来使用 我个人的话是拿它作为早上的日霜 因为之后就是上妆嘛 所以也就是作为了妆前乳这样一个效果 我实在是太喜欢它了 就我以前就听说过非常多对于它的夸赞 就什么妆面服贴好吸收 特别滋润又不油腻 我就觉得你一个妆前乳你能有多好用 直到我上次在Sephora积分兑换了一个7毫升的小样 然后前段时间天气冷我就拿出来用 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也太好用了 就是它整个质地是一个非常creamy的一个膏状的 但是它推开在脸上又不会假滑 不会油腻吸收非常的彻底 留下来就是脸上嫩嫩的滑滑的 但是也不搓泥 真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个面霜这么好用 而且它这款的味道真的非常的好闻 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人叫它大橘子面霜嘛 它闻起来就是一个很健康的VC的橘子味 而且它用量也是非常的省 像我现在用了大概有两个星期吧 就我还在平口这里徘徊 我就觉得我可能冬天三四个月就这50毫升就够了吧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这一款如果我用完的话 我是肯定会去回购它的 因为它从效果上一直到它的用量的程度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现在就是有圣诞包括年底的一些促销的话 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囤的一个产品 然后从肤质上来说 我认为像干皮和混干一年四季肯定都可以用 然后你是中性或者混油的话秋冬以及春天都是可以用的 总的来说它在我这里就是没有什么缺点 就买就对了 然后说完了白天使用的面霜 接下来就给大家安利一个夜间使用的护肤品 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款亚诗蓝带的高能小棕瓶 首先它这个容量就跟那个正常的小棕瓶不太一样 它这样子一瓶的话就只有20毫升 像你们看到的话我现在已经用掉一大半了嘛 差不多就是在这一个半月里面吧 我脸上因为天气特别干燥 然后再加上用A唇的关系 我就会有一些泛红和敏感的区域 那我就会去用它在全脸上进行一个抗炎修复的作用 像如果脸上你没有什么问题 你只是想要一个维持稳定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话 其实用普通版的小棕瓶就够了 如果你是秋冬天特别容易泛红容易敏感的人 那我就非常推荐这一款高能的小棕瓶 它在保湿力上也比普通版的小棕瓶要高了很多 除了针对敏感和泛红的话 如果你是在对一个比较高浓度的A唇进行耐受的话 你也可以用它去打底 这样的话给皮肤多一层保护 然后再上A唇 A唇是一个高渗透性的成分 所以你哪怕在下面叠加了油或者说像这样子高机能的精华 它那个A唇的分子还是可以透过这些护肤品去进入到你皮肤的 但是A唇在通过这些修复作用的表层的时候 就它的刺激性会降低 所以用这个去搭配你想要耐受的A唇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脸上的护肤就暂时给大家安利这两款 接下来是身体上的 像身体上的话我最近用到了一个非常平价的 但是很滋润很好用的身体乳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Neutrogena的 这款Deep Moisture Fast Absorbing Body Lotion 它上面写的claim是 Instantly Absorbs to Triple Skin Hydration and Intensity Moisturizer for 48 hours 它吸收非常快 然后它能让你的皮肤的滋润度提升三倍 以及可以持续到48小时的这样一个滋润的效果 会不会到48小时我真的很难说 因为我第二天就会洗澡嘛 但是我用它我的确是觉得 首先它吸收的确很快 它的质地其实你这样子看起来是 不算特别厚的一个补霜的质地 因为它的质地并不是那种膏状的 所以它在皮肤上吸收起来是非常快的 就它这个质地而言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滋润度真的是非常的高 不会出现什么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掀开被子的时候就发现身上有静电 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如果一定要挑一个它的缺点的话 那可能就是它的味道 就它的味道是那种特别香精的护肤品的味道 你一闻就知道它是一个平价护肤品的那种味道 就比较化学的香精味吧 可是我买它的时候大概只要五美金吧 就五块钱就是多少 四百毫升 就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什么味道不味道的 而且它涂上之后其实过一段时间 因为它吸收的很快嘛 它这个味道也不是那种持续性的 就它吸收的很快 过一会儿就散了 既然说到味道了 接下来我就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调香 特别高级的这样子一个护手霜 它的牌子是叫Dr. Irene 中文的话它应该是叫爱宁博士润泽护手霜 它本身是一个法国品牌 我不确定美国这边有没有卖 但是我这个是从淘宝上买了 然后转运过来的 像我这里拿的这个是白茶味的 它就是我还没有拆封的一个口味 口味香味 然后我现在在用的这款是雪松味的 我觉得这个护手霜就是它从包装到它的调香 到它的滋润度 其实三方面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 就满足了女生所有的需求吧 首先它是这样子一个铝制的软管 然后它每一个里面都会有附赠这样一个护手霜的挤压器 你就是插上去然后一点点挤 也不用什么每次都挤半天 然后也没有那种残留的问题 而且因为我买了两个嘛 所以另外一个的挤压器我就拿去挤压膏了 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 然后调香上来说的话 我反正是很喜欢雪松味的 所以我先拆的就是这样子一个雪松味 它闻起来就是很 很清冷很舒服的那个冬天的感觉 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你涂抹在手上 就是它那个香味是挺持久的 然后它在滋润度上来说也是比较足的 它的质地的话不是那种非常厚重的质地 涂抹起来也是吸收非常的快吧 我觉得它整个味道还是比较私密的 就是它的阔香不会很远 不会说什么你在办公室里你涂了 然后周围的人全都知道 这人涂了护手霜 那倒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你自己就是打字或者说喝水的时候 你就会闻到自己手上有一股清香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好了 那所有的护肤和彩妆就说完了 我们接下来来说两样吃的 首先是这款永浦的和Hello Kitty联名的这个冻干集容咖啡粉 这显然也是淘宝转运过来的 我买的这个应该是所谓清香妆 它一个只有两克 你喝起来的话咖啡因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低 像我的话就是我下午就会喝它 你们看它这个里面的包装一个个就是像小飞碟一样 然后里面打开的话就是这样子密封的 然后你就撕开倒进水里面或者牛奶里就可以 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 它在冷水甚至冰水冰牛奶里面融化的都非常的迅速 然后粉末很细很细 就是搅拌两下可能它就融得很均匀了 我就直接把它融化在冰的那个豆奶或者杏仁奶里面 直接你就可以得到一杯冰拿铁 总的来说就是非常的方便 我记得之前在某个视频的开头 我也有给大家案例过三顿半的那个冻干的咖啡粉 就产品和工艺上来说我觉得这两个牌子都不错 我都挺推荐的 最后我想给大家案例的这个呢 可能在国内的话购买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 但如果你是在美国 那你在Trader Jones如果看到它 请一定要给它一次机会尝试一下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拒绝它 那就是我手上的这一盒 它是一个酒星的巧克力无花果 巧克力和无花果这两个元素我就无法拒绝了 更何况它是酒星的 它里面的酒星是一个巧克力白兰地的酱 就像它后面这样子画着的 最外层是一个黑巧克力的包裹 然后中间是一个完整的无花果 然后最中间是一个chocolate truffle and brandy filling 松露巧克力加上白兰地的酒星 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好吃 真的是超级好吃 就它一盒是这样子9个 这已经是我的第三盒了吧 今年的第三盒 对 就是Trader Jones在秋冬就是会上很多季节限定的产品 这个就是我每年都会买的并且最期待的产品之一 突然有一天你可能就会发现它下架了 所以朋友们答应我 如果你们下次Trader Jones有看到它的话 一定要买 不能我一个人长胖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从彩妆护肤到身体护理到美食 基本上把我最近的生活都涵盖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 想要给我一点鼓励的话呢 就麻烦点赞关注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秋冬好物想要安利给我 或者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在评论区找我 我看到都会一一回复的 那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去新染了一个头发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喜欢